新聞介紹要來看的是有一名婦人在在日前接到詞篇集團的電話 說是屬於婦人的環境這期預減中華電視的錢 再涉及到榜票案 檢測官要前往前往 當時要將他的消息來檔案 要求這名婦人要前往過錢 這名婦人是向哈加上東的驚訝 經由中部婦人的環境 前往了解款度 就知道一切都是詞篇集團所做的 婦人收到詞篇集團電話的詞篇 空清是屬於婦人的環境 現時說中華電視的欠費 還要涉及到 其他人怒疏的案件 檢測看這麼的辦理 也要動結他的消息 就是要詞篇婦人前往回看 但是這婦人是被嚇到非常嚇唬 經過與中部婦人的環境 前往了解來猜測 可能這是詞篇集團所為 再奉下心中這座大舊頭 幾天即凍結他的帳戶 要他準備新台幣30萬元 造成該婦女心生畏懼 一見員警到達 直拍胸襟 鎖忙腳亂 不知如何是好 連警再三安撫婦女 慣張的心情 不要緊張 再到發握所內處理 婦女到達發握所後得知 所接到的電話 以招通報為警示電話 才確定是招詐騙 笑聲 害他怕的藥匙 幸好保住 政府文教學友 請民眾的記憶 向詐騙的三藥館 冷靜 渣靜 報警 不要請約來將財物交給對方 而且拍下一流五 翻詐騙主寸傳算 電話來通報 以及將信息各地親友 以體格 翻詐騙共識和警告 世信新聞創民動 中部鄉蔡宏佛德